大家好,这是Chenix,为大家带来X-Con 2 Long War 2的游戏,康志斌 上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应该是Long War中的第一个主线任务也是完成了 也就是解放一个区域 解放区域之后呢,当时我是表示我不太清楚应该让这个解放区域之后人员等于是都去分别什么工作 我四季直接呢是想了一下,然后又去网上等于去查查危机 包括一些其他玩家类似于是在论坛上的看法吧 所以我现在解决定的结果是让大部分人去做supply 然后留很少的人去做其他工作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区域就是我当时是说是担心 等于是Advent等于是在场,他会发动恐怖袭击,会把这个区域给夺回来 这个恐怖袭击呢,我看到的情况是有两个前提 一个呢是这个区域必须是已经被解放了相当于是21天以上 也就是说你刚解放这个区域的话呢,在起码是在一个supply drop 这么一个周期内是敌人是完全不会马上把这个区域给夺回来的 等于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前提呢是你周围必须有一个就是敌人这个Advent 很高的区域,大概我觉得要五六的力量 在周围有一个力量很高的区域的时候呢,这个敌人才会从尝试从周围这个高力量区域 等于是发动士兵去入侵到这个你已经解放的区域中 然后尝试把这个区域给夺回来 基本上是有这么两个前提条件 考虑到现在我们尤其是初期,而且这边是刚解放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 等于是你的这个区域是马上被敌人躲过来 所以说现在我就直接是把这个supply直接是调成11个人 另外两个人呢,我是觉得这个工作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不放人 可能总之给我来讲就感觉上很奇怪 这个recruiter呢,我是强力建议大家至少放一个人 因为被解放的区域呢 等于是你在从这个地方雇人是有一定几率雇到工程师跟科学家的 这等于是相当于是比较很好的一个雇佣 虽然说几率比较低,但我觉得还是要尝试一下 起码比没有要好些 大概我是最决定了这么一个情况 由于是现在等于是我把所有人移到了这个supply上 所以说我的income会变少很多 我这边目前是其他区域的income是在多调了几个人 是去进行income的工作 现在是平衡一下 我在外边这个地图上呢 又是在尝试着进行着另外一个新的区域的一个接触 所以说等接触转之后呢 我估计我的income应该是能跟之前差不多 这么一个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我这边的这个基地内部的一个建设 我是在等于是四点时间在规划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一个新的东西 是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已经在我之前的视频中留言了 尤其是我最近录这个AXON视频等于是我周末会一下录好几期 所以说我实际上可能大家看见我发的视频 可能是实际上是我之前就是一段时间录的 可能并不能是大家的一些留言 我可能是就是说说提到的一些点子吧 我可能并不能第一时间呢 等于是给给采用啊 所以说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可能有时间已经说了 就是已经已经提到了 是一个什么原因 就是一个什么 我注意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在就是目前版本中呢 我们的workshop相当于是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是一个小的发电站 它是可以发一点的电力 在之前的版本中 它应该是费电的 或者说是就是不 就算是零电的消耗 总之是我不太清楚 总之这个肯定是有更改 原来肯定不会发一点电的 这个我是比较确定 由于这么一个原因呢 等于是造成了我们这个power coil 我要是往上面造workshop的话 它实际上会给我们发8点的电力 非常神奇的一个 总之一个改动 这个小小的改动 我真的是没有 之前没有就是没有意识到 整个这个power coil 它的作用是 你要是往上面造一个 能发电的东西的话 一般在原版中 或者是在更改之前的 这个long world中 是只有电站 你要是造能发电的东西的话 它能额外发7点的电力 你要是造一个其他的建筑化呢 它是不会消耗电力 所以说你是要这个额外的7点 还是要这个就是免费的不要电力 一般觉得我是从长远考虑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造一个电站 从而是能获得额外的7点 比你造一个像什么 Residence.com 这边是4点电力 可能是会要 起码从短期内 短时间收益来讲 应该是会更好一些 但这边又是考虑到这个workshop 可以发一点电力 现在我就直接是 我就直接往这儿造一个workshop了 这样造完这个workshop之后呢 我可以把一个工程师呢 先拿走 这边拿走的工程师 这样是可以让这个workshop加速建造 然后呢 我估计可能要还要再把一个工程师呢 给 也给拿走 我把这边的这个program给提速一下 因为我之前的主线那个scout jack 由于是我不小心把office的室里都用光了 所以说是耽误了一段时间 我估计大概先这么一个样子 等这个workshop起来之后呢 我用工程师应该是能派出很多的grambling 能把我这边后边的这些挖掘 是能再加速一下 组织是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说从由于是现代版本中workshop 它是可以发一点电力 所以说我是觉得你要是在比如说二层的这个地方 要是有一个power code的话 你就是可以考虑直接把这个workshop到这儿 从而是在初期是能能给你发很多电力 这个我要是能发现的更早一点的话 我估计我之前还是 我估计是我可能浪费了大概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礼拜到甚至15天 一个月的样子 总之是在这个workshop在之前是可以起的 我只不过是想 之前我好像想的是 我记得当时有一期我是说 我是好像造一个电站 当时117块钱 我现在能想起来 当时我好像是workshop应该是100 总之是电站是当时造不起来 能造workshop 但是我说是我不要造 我要先造电站 当时我要是能意识到这个电站可以 就是这个workshop可以在这边是额外发8点电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初期的一个基地内部的一个 等于是你的建建筑应该是能更快的能成型一些 现在来说呢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7天之后呢 我是还可以是这边workshop起来 上面可以补一个region scam 根据情况这边可以补起来awc 总之是 现在这个基地啊 总之先这么这么规划一下 这样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需要提的 这个钱呢 暂时呢 我可能会短期内会去卖一部分资金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应该是又考虑了什么东西 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supply rate 还剩一天时间 说实话是很赶的 但是呢我考虑一下我是决定做这个任务 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刚刚回来 虽然说是就是之前有 补力部队 就是主力部队有受伤啊 但是我在4点时间 我看了一下我的就是核心成员 这个technical在 然后应该是有轮延地尔 就是这个小队 应该是有一个有轮延地尔 然后有刚才是有一个technical 所以说这这种核心成员都在 我在派配上之前 这个小队应该是带刚那 所以说我是把刚那带上 再带上sharp shooter 应该是能 是能专门的能配出一个 这个打 supply rate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队 虽然说会你打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只剩一天去潜入 好像现在只剩23小时了 也是你潜入的百分比非常非常低 敌人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在 我觉得这种任务 只要是你有 你有你的主力小队在的话 八个人做应该是 并不是非常危险 但是呢 从目前这个剩余时间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会 比之前我们做那个主线的 就是HQ的一个 assault任务要难一些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做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这个跟assault任务 是完全一样的 是你可以获得敌人的尸体 所以说 你要是能把这个任务 跟assault任务 我们要是能连着 成功的给做下来的话 会对我们的经济 包括科技的研究 是能有很大的推进 因为尸体还是在 Longward中还是很难获得的 这种任务在1.1版本 还是在1.2版本之前 总之是在修正之前 你是可以拿10个人做 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只要是把这个任务做过一次 你会有很大的一个经济优势 你部队的武器 包括等级 都是能 能很大提高 你在侦测到第二次的时候 做起来会比第一次 会比第一次容易 之后会越来越容易 等于是到了后期 你基本就是不用考虑有多少个人了 只要是你的核心成员在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 不是很难 这边呢 我尝试再做一下 这么低的这个渗透呢 我目前呢 等于是在我之前的那个1.1的战役中呢 是没有 没有尝试打过 或者当时应该是1.2的战役 等于已经被修复了 我还没有尝试打过 但是我目前我觉得 我这个小队还是 我觉得比较 就稍微有点 等于他们等级比较高 毕竟是我的主持小队 所以说我是感觉上 我有点比较自信嘛 感觉上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所以说呢 还是狼子 我这边呢 4点时间去整理一个 专门出这种小队 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 回来 现在呢 是准备了这个8名小队呢 是基本上是已经是全副武装了 包括狙击手在内 因为之前的队伍好像是10名 可能是有些人 我是觉得 就是能不给他东西的话 是没有 我没有给 毕竟当时是我的 就是护甲不够啊 现在呢 是应该是还剩下 总之护甲是都够 我把其他没有出任务的护甲 是全部给卸下来 所有人都是穿了护甲 然后武器跟插件什么的 都是等于是之前主力不对的插件 就算是有富裕的插件 总之刚才我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拆下来了 重新装买了一下 现在的 这个应该就是能 我们能找 能出的8人队伍中 这应该是最强的一个 一个配备了 总之是这么一个样子 我就直接 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出任务了 因为这个任务是还剩不到一天的时间 不到一天时间就会 这个任务就会 就会好 所以说我这 这8个人 他是并不会说 好像又有任务了 他并不会说是造成你多长时间 这个就两天是不太好做 并不会说造成你多长时间 是没法 这8个人用不了 等于是相当于是 这种任务你要是能 能做过的话 他等于是并不会说是造成 你其他任务是做不了的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种任务 真的是只要是能做过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 对你的经济 一些包括科技的 解剖的什么 实体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这边我知道这个地图上有一个A类可以扫 但是呢 我就先不扫了 因为 因为这个任务是 这好像是Extremely Heavy 这倒并不是特别的 没有想出要那么难一些 可以是直接boost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 已经是没有任何区别了 因为这个任务 目前我做的一个想法 就是去获得敌人的尸体 所以说你的这个敌人的数目呢 多一点的话也就 我觉得这种30人左右的任务 你是30个人也好 还是40个人也好 一个炮的基本上 我的打法就是 由于人很多 你的AOE Suppression 基本全能控住 基本就是火炎炮 手雷 直接是扎掩体 扎掩体完之后 敌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掩体 或者说是 掩体不好的话 直接是远程举一手 举一掉 剩下人就直接控住 不停的找 能找到一个阵地的话 这个任务不难 唯一危险的是 我之前好像在 1.1版本的时候 我遇见过一个 希望不是这个任务 这看见了好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起码看到了一些山 我遇见一个 很就是你出生在低地 很难 这个其实我很满意 你其实在高地上 只要你能找到一个 这边是地图的边缘 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啊 只要是你能找到一个作战的话 希望这边不要有敌人 只要这边不要有敌人的话 我们在地图的一个角落 但是这边有一个建筑啊 希望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部队 往这边移动一下 这个其实说实话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敌人的位置不太好 敌人积国后呢 他们会 很多人会跳起 拿这些东西当原体 有一部分人会留在上面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会 只要是有一个这种 这种等于石头的原体 可以拿的话 敌人大部分都会拿的 有少部分人会在上面 可能是拿一些树的原体 等于是 总之是不是特别的好 这边有 哇 这个有点 有点太变态了吧 我连动都动不了 我必须往回走 这边有人吗 好像是没有人啊 但是你动不了 其他的人 现在最要命的是 我往这边动 这边遇见敌人 这种情况下 我就要撤离了 好样的 起码是一上来的危机 算是 能说是解除了吗 其他的 我的另一个狙击手在哪 LEK 你有 我估计可能要 这么走 另外呢 可能是没有提 我刚才在 好奇怪 为什么让我打这个 我之前在整理小队的时候 我是又 就是我有一些新的语音 等于是这个人的 他的说话 我是 改了改 可能有些人能听出来 然后EK 我应该是 我正好有个日语 给他改成了日语版 正好跟他的国籍 是能吻合一些 其他人呢 可能是刚才也能听出来 我的前面的 Sherry 是给改了一个 也是给改了一个 一个女生啊 别的东西就先暂时 我们就先不废话了 这边我还是往活走 别的人 真的是没有 没有什么掩体啊 不能往前走 不能往这个掩体走 等于我现在能拿的掩体 都已经拿完了 可能能往这个地方走一走 我要是往 我觉得吧 我 我这么走 我在这边拿一个 侧面掩体的话 敌人可能会判断 这个可以flank我 我是 就是有意识 让敌人是往这个右边走一走 不想让敌人往左边走 敌人往左边走太多的话呢 会导致我之后的行动 会比较 比较受限 这边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去的地方了 我归你往 你走的这儿吧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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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手的话 还是我觉得要 steady weapon 但这个说的可能 也是有点不太对 拘手只能 steady weapon 不过 假如说 拘手我是 能 能 能握手的话 这种行动下 我还是建议 拘手去 steady weapon 因为你的 steady weapon 能配合好的话 是基本上是能 一回合 配合一个steady weapon 能打解决到一个人的 偶尔士 毕竟是有一个 命中惩罚 这样 现在呢 我可能要考虑 算了 先偶尔士吧 再考虑之后的 岩你再去 根据敌人的 一个情况 好 还有麦克 这张地图上 总之人肯定会 非常的多 没有 没有激活 这个不太 不太理想 没人了 这让我如何是好 起码是 能看呀 这样 起码我可以 我可以稍微的 再往前推进一下 而且呢 最好的情况下 我想 站在这个右边 跟他们 跟他们周旋 两个拘手 要是能上去的话 应该是可以上去 但是说实话 有点危险 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问题 好像是没有问题 两个拘手 上去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先让 一克好像等级 比较高吧 一克应该是 等级更高一些 你先走 你看会不会 预见敌 会不会把敌人激活 假如说 没有把敌人激活的话 就说明 LVK可以走了 这样两个拘手 等于是上台 应该是能 能获得很 很高的一个输出 这边呢 后边 我觉得 说实话 这边没有什么掩体 但是我先走一步 试一步 然后呢 接下来 我的所有人的 转移 或者说移动 尽量是往这个内路走 这样就算下门来人的话 他也是 也是看不见的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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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pard说实话 他的掩体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就是 到时候去 直接投手雷的 你的掩体呢 可能给你拿一个 这个全掩体 之后再去 再去根据情况 像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敌人激活的时候呢 敌人要是有刚正话 他有一定几率 直接是朝你suppression 我人现在是比较集中 不过 我应该是有其他人 是可以去 就是应对这种情况 就是说 应该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危险 但这个 我听到右边 有麦克的声音 也就是说 敌人不过来 天哪 敌人应该是下去了 但我一直听到 这个地方 有麦克的声音 这个实在是让 很 很 很圣人 因为 我不想打麦克 我想先把这些 周围的这些 这些advent先给干掉 主要是这儿 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建筑 非常的影响视野 一般情况下 你要是没有这个建筑的话 会 打起来会 会很好 这样 现在我考虑 我是往右走 看看这个麦克 究竟离我多远 还是说 我继续尝试打 这些advent 他们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往右走吧 主要是他现在已经下去了 我现在再去攻击的话 由于他们离着这个岩石很近 他们都会拿这些东西当岩体 这些东西很 这是没法炸掉 等于是都是一个 没法炸的全岩体 我跟敌人纠结起来的话 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好 也不是这个树 不是不是掩体啊 没有人 没有人的话 我就在这儿 直接待命了 这个人 前面还有还有还有盐体吗 前面还有什么好的盐体 找一个 找一个树 我们慢慢的往前面去 往前面蹭 慢慢的慢慢的蹭 一点一点的蹭 这起码短期内 这边就算下边有人的话 一定是看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边真的是有两组敌人在这个上面吗 这个有点 我不敢走太多 因为这个就是敌人的这个任务 就是敌人 由于是我们没有潜入的不是很多 会导致敌人的警觉比较高 哇这是什么炮的天哪 我们可以看一下敌人的 就是他的视野范围会比正常要远一些 因为是敌人比较警觉 你做这种潜入的百分比很低的任务 所以说不要走得太远 这样呢 说话不太好 但是希望敌人是在往远处巡逻 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个 我起码知道这个炮的大概跟我的一个距离 等于是我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等于这个炮的我猜他之前在哪里看着呢 在这个地方看着呢 我猜他可能会 大概从这个地方可能会巡逻在巡逻上来 我猜可能这个炮再这么巡逻 所以说我目前这个地点的overwatch 我感觉上还可以应该不是特别的 特别有问题 我可能就是还把我的一些部队呢 这种炮能看多远 能看好远 不是就是我离他还好远 我可以稍微往这边再移动一下 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真的还是比较严重 我的 我可能要把我的racketeer呢 往回撤 I got it 另外的这个人呢 closing on target 我觉得你就在地图的 不是地图啊 是这个 这边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松树也是不是特别的 经常会挡你的视野 经常会挡你的视野 我为什么要往远处放一个人 因为到时候这一组炮子 他上来的后 最危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上来了 我给他打死 剩下的人全在下边乱跑 我的orach都没有发动 等于是我的orach 埋伏是完全是失败了 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需要有一个人 从这个左边等于是去看一看 他的这个下边敌人在什么位置 这个刚那等于是一步 可以跑这个圈底下 假如说下边有人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上面是 在火力压制一下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说实话 这组炮道好强啊 这可能是这个地图中的 类似于是这种指挥官炮的 可能就是比较最强那组 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强了 说实话 下面这个人呢 我也是不太清楚在哪 我估计可能已经大概走到这么一个一个位置了 我可以用scanning protocol去去扫一下 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 我主要还是要盯着这组炮的 但是之前他的移动 他能要需要移动到哪里才能看见我的这个刚那 移动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局应该是不太可行的 我可以在 我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再待待着 但刚那的武器射击说实话太响了 我觉得还是把刚那马回撤一会吧 你呢 你现在真的是没有地方去啊 稍微走一步 然后就在这儿 买周落实好了 现在马上R做 其实这个R drop给的有点慢 之前要是提早开进入战斗的话 我可能会导致没有 就是R drop可能是使得会 就是有点太慢了 嗯 这有敌人巡逻回来了 我估计我的部队要往回撤了 这个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天哪 这么一组炮的 戴Berserker 两个 这是两个红色的麦克 而这边人也不太清楚在哪 我要撤退了 我要撤退了 看一下 可行的话呢 我直接 嗯 哇他跑那边去了 可能是这是一个炮 那边可能还有一个炮的 是没有 就是在在示范外 这样其实没有没有太大问题 我可以直接是尝试去 去跟这组炮的在就是去交战 这样 他再往前走大概走 我现在只是希望什么呢 是 我希望下一局他不要 不要进入战斗 因为我这边的这个 这个owwatch是没了 我可能让你稍微往这个回了跑 大概以这条线是为为战线去去跟敌人交火 假如说这个还是没有 就是没能 敌人是太近的激活的话 那我就我就认了 不过要是说没能尽量拖延的话 还是尽量拖延一下 on the move don will come 你在这儿不记得我握握了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言帝 就觉得在 下局敌人假如说激活到他往前跑 我可能我我可能就跑不开了 我还是在我回跑一跑 好 他跑远了 但是那这组炮子他只有这么长的一个行动范围吗 这 嗯 嗯 嗯 我知道这个视频可能比较无聊 但是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就要这么打 你要是随便打的话 由于是地图很地图上人很多 所以说是没有没有办法 必须是找到一个 找好时机 等于是这边人在在离远 我可能要 等于是这堵炮子要是一直这么巡逻的话 等于是我不需要考就是不需要管他们了 我还是所有人就是在这边还是去 我还是去 这边好像看见了不太好啊 你还是 网魁先先站一站吧 我听见了viper的声音 还是没有人 叻 为什么老让我去打那个油桶 有点没有搞懂 还是没有人 这个我估计就是直接 我就在这不停地 我卧视几回合了 还是没有人啊 像之前巡逻的那个 他究竟是巡逻了多远 他的感觉上巡逻距离好长 这边的门是被打开了 这边是有人 现在主要是视野不是特别的好 不太能清楚这个敌人究竟在 我这么走出去 能看见那个开门的人吗 还是看不见 只能这么走 这样找到我们的下一个受害者 看一下怎么打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你这边这么打的话 主要是这个炮的非常恶心 一般你要是能找的一个 就是这种 这种上 就是高台 你最好是能找到一个 比如说是很 并不是像这种 是等于是两边都会预敌的一个高台 就能找的一个 就是类似于是 只有一边的高台 这样你是等于是不用担心 高台上有敌人 敌人都在高台下边 你是会很好打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在这边打着打着 那种敌人听见枪声过来 就会让战斗变得非常的困难 但现在我必须要 我 其实我自己打的话 我估计还会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找时机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还是稍微的去尝试开开怪吧 像掩体的话呢 只有两个全掩体 这一个半掩体 这是一个全掩体 我估计我可能需要让一些部队呢 直接 可能拿这三个全掩体吧 剩下人在楼下 好像有一个全掩体 那边没有掩体 这有一个全掩体 可行的话呢 全掩体我想 这个全掩体跟这个全掩体 我想给给Gunner 中间这个掩体给我的specialist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这有敌人的视野大概有多远 这么远 所以只要我不超过我的 许诺比应该是不会被看见的 这边呢 这边呢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 这个敌人能开战的时候能看多远啊 我觉得暂时呢 我就先在上面 steadybacken就玩了 这是我一样的 当然 这次的敌人 我们必须要不要 这次的敌人 出局 这次的敌人 这是我们的敌人 这样这组怪 我开怪后呢 应该是会有些人藏在这个后面 有些人可能会藏在这些东西后面 剩下人应该会往前冲 我觉得 像是我们开怪 还是选择让敌人过来 我还是想让敌人过来 因为 这个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实在是 就是在手中再吐一下吧 这个会看见敌人吗 这边居然会看见敌人 但是我 跑过去还是 我是想直接跑过去啊 估计是不太可行 而且从这个角度攻击的话 我真的是 这个高台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已经没 我已经没法动了 - 搜尋 哼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情况 真的不会被看见还是假的不会被看见 好像是真的不会被看见 叫不会被看见的话呢 看一下两个刚那是直接让你离 就是不要站在一块 Specialist 我想到时候让你站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你先让他站在这个地方 你就不用动了 你往这块块走 这边敌人能看见看这么远 但是我跑到这个后边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以防万一我 看一眼 应该是这边没有人啊 这边没有人的话我是可以直接 大车到这个地方来 这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我 我看见谁了 这是谁 Surgeon 核心成员有没有动 拘手没有动 但是这个核心成员动了 我估计我的火焰炮直接交了 火焰炮也动了 2.84的偏斜 很危险啊 但是两个Suppression还在 可以把这两个Suppression捉 上边的Lancer直接举手打掉 有点问题 这个Suppression打不到后面的人啊 天哪 天哪 我就是太大一路 我应该是可能我当时我 我Sherry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应该看一看他能看见谁 可能是当时没有 那边血条太多 我Sherry是没有特别的注意 我只是 我主要是在看这边有没有人 这边是没有人 但是没准在这个地方能看见一个人 但是怎么看见的 我真的是 真是没有想到 这么 可能是完全看不见 可能是能看见 真的是 不太好 像这个后面好 有一个有个油桶是吧 我觉得就大概 就朝着这这帮人就直接射击好了 虽然说是偏斜很大 但是能 应该是手雷 手雷晃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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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雷晃到啊 Centry Stan Lancer 两个Centry 这个Sergeant是最恶心的 他等于是 就是属性比较好的那种 我没有记错的话 总之是我 我就是吃 吃亏是吃在他身上 可能是吃的比较多 比较有印象 比较有印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Tetical Sense 也就是说 还有其他的闪光 我不想把我的 Cinobi的隐身交出去 这个是掩体吗 这不是掩体吧 敌人没法拿这个石头后面当掩体吧 看不太像啊 这个好像可以当 这个能当吗 可以当 可以当 这要是可以当的话 会很危险 这个东西看着这么奇怪 到底能不能当 我都不太不太清楚了 好像可以当 可以当的话 我的这个 你也是 走不了 好 应该是 我可以这么看 哦 这应该是一个掩体 但是我 我好像我 站在 站在这个后面 正好打不到我似的 站在这可以打到我 这往后就已经超出水范围了 可以站在这打我 但是有人会站在这打吗 好 这个还是不行啊 他需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应该是没有人能跑 我估计你就站在这个上面 直接握握好了 然后你 surprise这一帮人 这个surprise说实话 有点太远了 这个surprise说实话 后面人可能是 他会能跑开 但是你打不到 这个 我觉得目前这个狙击楼的位置呢 敌人 这个 你要是算坏了 就出人命了 敌人会跑到这些地方 但是这一组敌人是还是最最要命的 我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先先狙击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嗯 接下来打谁 我觉得 真的 可能会比好了 出份 外头 我倒是给晃 就应该是不是很难 我觉得死到蓝色是最最危险的 对 我应该打那个那个三个 那边我会晃到他还会他还会他还是会冲 然后是这个闪光 枪要扔坠 这些人虽然被晃住了 他们的移动怎么样 还好是 这个 应该我觉得没有问题 只能打到他 这边再来人的话 我觉得也就没有关系了 就是 不好还有一个天哪 还有人在外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疯务 还好是没有 天哪 这要是一个Gunner 直接过来把我这个surprise认 反给surprise认住 真的就会非常非常难打 我可以在这直接 可以丢 可以直接丢 看一下 这边的掩体状况 这些是两个半掩体 这一个rugteer倒是更危险一些 说实话 那边是谁呢 这一个sergeant 应该没有问题 我站在这个这个石头后边 我把这两个人的掩体 打掉 没有打掉啊 这个树什么事都没有 树应该是炸不坏 但是好像还有点问题 这么一看好像还不如炸这个掩体呢 还是有点有点问题 不过就无所谓了 这个狙击手是不是可以 这两个人是flunk掉 应该是没有问题 wiper也可以打掉 我主要是觉得 左边这种敌人威胁不是很大 所以我是想打右边这些人 但是从这个射击的命中来看 这是一个100的射击打wiper 有可能打不死 哇 这有rugteer啊 这样还是射 射一个rugteer跟射另外一个人 那个另外一个狙击手呢 我看那边有血条呢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样这个等于是 这等于是suppression应该是 这两个人的 就是你这两个人的事情了 或者想办法把这个射击手打死 我生的人就直接是 雇这边那个wiper就可以了 我可以让一个人 这边是可以上来 你呢可以往前走 但你往前走是没有没有地方了 我估计你往前走吧 然后可以这么打 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的许诺比呢 没有人吗 没有人 没有人的话 可不可以直接这边到时候尝试去flank 这不太对啊 在这边会获得一些新的视野 还是比较比较危险的 我可以再扔一个闪光吗 可以把三个人都晃住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样就 就没有事情了 直接 刚才想干嘛来的 等于是这边站一个人 这边站一个人 你呢由于是掩体问题 就先去 先给人让个地儿吧 10% 说实话很低 但是可以试一下 这样没有 没有事情了 没有事情了 这边我没走上 没有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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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是三发子弹 可是应该是 你用的话 三发应该 这个三发中 应该会送你一发 当前目标的 就是Reaction Shot 第二个攻击 应该是非四发 假如说我没有 没有理解错的话 然后这边 上来 晃住 这边 为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动 这是什么情况 旗子1 61 好吧 最后 好吧 但是 很好 慢慢磨就好了 反正我的打法就是这么打 有一个demolition 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个掩体直接给它破坏掉 假如说破坏成功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 还好 那棵树之前应该是被手雷炸过 所以说它的血量应该是比较低了 这样接下来呢 你直接 这个刚那是把 这个人控住 控之前呢 还是先把这个人打掉吧 用你来打 这样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你能 我觉得应该打不掉 他敌人hunker down在群里下 18的民众 你打到了 是火力压制 这边呢就 还是airdrop 然后carving fire 那边是有人啊 那边是有人啊 这边激活了 这边激活了 让他看看会不会拿这个建筑当掩体 很好 呃 哎呀 还好是我这边有掩体啊 这有点没问题 这是谁被 等一下 我的shinobi可以跑开吧 可以跑开 这样比较危险的是 我这个 好像已经被flank了 但是这两个人呢 他是比较 还有一个racktear 天哪 刚才打我的这个人是 是这个racktear在打我吗 我觉得我要是能把这个racktear打掉的话 这个office是谁能打 你能不能把office直接炸掉 你能不能把office直接炸掉 我觉得移动一下应该能把office炸掉 移动一下把office炸掉 这边的racktear打掉 这两个人打掉 那边最好是能让狙击手打掉 然后我的刚呢是可以火力压制这帮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首先是这个office 可能就是能给 能给打掉的 就是火 就是手雷是一个百分百命中 我需要呢 我需要这个攻击命中 好样的 这攻击命中之后呢 我需要这个火箭炮 不要偏的太离谱 我觉得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直接炸死了 好吧 还炸出一个 stun lancer来 这是哪来的 我怎么觉得之前没有你呢 一个trooper 我觉得威胁很低 最好能把这边这个hunter down 人打掉 打了之后就不用考虑 他一直在这边hunter down的问题了 有一个grace 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的grace 等于这两个我是 现在是用 用什么攻击 不是用 就是用什么技能 我是 slip weapon 还是说用 这个holo target 我们看一下其他队员的命中吧 62 不太好啊 这个情况下呢 stun lancer应该是 他是一个flank 当然这个也不能 不能随意的 就是不去理他 这能多少 89 你走到这个地方来 rubbers on the road and the kids are in the backseat 然后你走到这个地方来 来这 说话office的尸体 还是我想要 但是这真的是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 这个office实在是 总之我的这个高地 就是他的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是像这个敌人 他要是拿这种 这种 这个前面 这个掩体 这个石头是比较 你很难用手雷给破坏掉的 总之是 可能火箭炮轰一发 没准能轰 轰坏 正常的一个sub手雷 还是很难轰坏的 所以说 你要是说 在这边作战 然后所有人都拿着这种东西 当掩体的话 你跟他打起来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情况就直接是炸了 然后剩下来 这个 这两个人 这边呢我直接 我是直接用signal rush 因为是可以把这个命中降低 这边呢是有可能直接 刚才有一个89的命中是吧 这样呢我直接让 为什么看不见那个人 这什么情况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